大家好 我是聖白白達德 我們這次做的就是那個無價的想幫手 我原本覺得這蠻簡單的 大概就是做一個日曆而已 但其實我們這次做的時候 發現它其實真正的複雜性是在 我們想要處理的就是 街友跟盛食之間的關係 因為我們以前常常在做街友的一些計畫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人說 我有些食物 例如說活動幫我剩下很多便當 你也可會幫我處理 然後我就會騎車過去處理這樣子 所以他們都想說 那我是不是那個日曆 然後把大家的這個需求彙整一下 就是如果以後要發的話 你就自己來登記這個日曆 然後自己去發這樣子 可是我們開始去做這個計畫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一開始來G&B的時候 就聽到一個覺得蠻重要的事情 就是所以市場人到底需要多少食物 然後我們就開始想說 對 這蠻重要 我其實從來不知道 就整個台北到底需要多少 街友到底需要多少聖食 然後我們去問的時候 就已經目前的空氣量多少 就是多少人會已經提供 他們已經拿到多少食物了 然後我們去問的時候發現 大家都不知道 就是連社會局他們搜過來的時候 我就問他們說 你們就是 最近去年一整年 就是我沒有一個月 你們去年一整年 你們搜多少食物 他說 嗯 這個我沒有統計過 就是他們在搜這些食物的時候 基本上是完全不會去紀錄 他們到底收得多少食物 然後我們去街上問那個街友大哥 問他說 你那個你多久會拿到這食物 他說 不知道欸 誰來發 不知道欸 你們每次都會拿到嗎 不一定欸 就是很多這樣的資料就是 散落在這世界各地 其他都不是很清楚 然後最後我們就問了NGO 我們去拜訪NGO 拜訪了很多資料大哥 然後拜訪了社會局 然後會診出現在一個大概的樣子 就是 對於這表有一點量 我再解釋一下 就是整個台北大概主要五家者 聚集在北車跟萬華 然後 然後他們前面講的是需求 就是說 他總共其實 以需求量來說 我這裡80 這個 對 看到嗎 這裡有個80 是那個他就是人數 就是說他需要幾個便當 然後他們通常午餐的時候 就是NGO 有在公共區域的 也有在就是 你在台北山看到的 然後就是可以看到他 坐在那個地方的 另外就是他會去NGO領餐的 就是去教會啊 地方領餐的 所以一般來說 台北山中午是沒有街友的 他們都去工作了 所以只有教會會公餐 然後公給是一些 比較沒有辦法工作的人 然後 北車這邊的話就是 他是以 就是晚上的時候比較多人 晚上的時候 才會人會回到那個地方 大概以80個人 然後萬華這邊的話就是 就是 一般NGO的公餐大概在80分左右 就有兩三個便利組織 然後還有中午就是 社會局會提供120個便當 基本上都會被頂完 那晚上的時候就是 他們還是有120個便當 不過社會局不會發 所以後面就是一個供給跟需求 就是說 這邊需求後面是供給 就是目前由便利組織的 由政府的 由一般民間刺發性的 目前供給量大概是多少 加上頻率也不一定 就是譬如說說政府好 社會局發 他們基本上就發中午 因為晚上已經下班了 所以他們只會發中午 而且只會發一到五 可是NGO通常一禮拜發六天 而且通常午餐晚餐都有 但是還是會一天休息 那自發性的就非常不一定 就是它的頻率是非常不一定的 那那時候我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其實以量來說就是 每一次大家發量其實都夠 但最主要問題其實不在於那個量的本身 而在於頻率 就是頻率其實不平均 所以譬如說其實如果用 就是目前的滿足率來看 就是說需求跟供給的差的話 其實以平均來說 就是大概可以這樣看 就是總共來說 八成六就是 北車午餐八成六 就已經完成了八十六趴的發送了 然後晚上的話就降到五十七趴 旺華的話就是一般中午 百成大概百成七一七 因為有時候六日沒有 然後平日晚上五趴 然後這個降到四成 所以我們看到第二件事情是 頻率不足造成 發的東西是 就是頻率不足造成就是 發的東西其實不夠 然後缺口很大 然後第二個其實是 來著食物很多種類型 一種有熟食 生鮮跟乾糧 而且它儲存使用的方式都不一樣 它的等質都不一樣 然後再上沒有即時分配能力 讓大家沒有辦法去發送這些東西 所以看到一個更大的系統的樣子是 這是目前就是我們把 跟收益局畫出了一個輪廓 就是說 目前的食物分配 大概會根據這樣的邏輯去走 就是有三種來源 就是大家可以 現金直接捐給他們去買東西 一種是我買好了再捐過去 很多組織不喜歡直接捐現金 以及就是他們做辦活動自己的業務 剩餘去捐 那我們畫出紅線的話 就是在整個環檢裡面 目前比較薄弱的部分 所以我們做的工 在五家小方的時候 就是我們在前面法委的奏程 去定義我們的工作是做什麼 所以說就是去匯集資訊 然後讓大家可以 匯集資訊讓大家熟食變成是一個可以處理的事物 現在熟食在街頭上是沒辦法處理的 因為它很難分配 然後最後是把社會局NGO跟自發性的組織 資訊匯整起來 然後大家捐的話會比較容易 然後這是我們目前的就是 我們透過自己辦一場接頭送 然後也辦出了 做了第一版的日曆 然後這是 我們做了一個禮拜的推廣 然後現在已經大概使用者是這樣子 然後還沒有太多使用者 然後第二版的話 就是會把社會局拿進來 就是社會局的需求 他們也會把這個 視為是他們發物資的日曆 以及這六個NGO 他們本身去發送 這個物資的需求的日曆 都會規劃進來 然後以及就是後台人員管理 後台人可以去更新這個資訊 然後這是我們目前的一個就是參與 那如果說 我們之後還要辦電視接頭送 要針對剛剛那些東西 再做一次修正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的話 也可以歡迎來參加 我們會在臉書上的訊息 謝謝大家